记者林郑平台北报道,31岁肖静腾即将发新专辑《欲望反光》,他也将担任23日金曲奖的主持人,出道以来他欣赏传绯闻,近年名字和相差13岁的经纪人Summerl连在一起,他受访时终于首度招任我很喜欢他。 据一周刊报道,肖静腾接受访问时,透露刚进演一圈时有个交往一年多的女友,大他四岁,世界低恋,他说我为他唱过,世界唯一的你,他听的时候都快哭了,女友怕他红,他会因我爆红而担心,但我认为工作就是工作,没办法就没办法。 他近年的《非文多》和经纪人Summerl连有会有关,Summerl一手打理他,从神话一歌变成可以主持的天王歌手。 老肖透露感觉吧,我看人是平直觉,我相信我自己觉得好的人,就是好人。 当时找我谈的人很多,但他就是很诚恳。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是专业,也还没确定他会是我未来的经纪人,一切顺其自然,但他说话就让我感觉很好,被问到是否有机会爱上经纪人。 肖静腾害羞回答我很喜欢他。 在我身边的工作人员,一定都是我很喜欢的人。 但会不会变男女朋友,我真的不知道,很难讲。 接住被问到那如果经纪人爱上你呢? 他直接回答很好,为两人留下可能性。 肖静腾,又,在访问中告白经纪人Summerl。 资料找,卫视。